我现在在上海的一个角落里 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我刚才去逛商场 发现一个新的业态的店 当然之前就听说了 因为坐房车的朋友说了这个问题 他现在在做这个行业 就是传统的这个零售业的衍生行业 就这瓶水大概多少钱呢 这个水我也没有听过 叫云海湾引用天狼矿泉水 说是原产地是新西兰 也就是说如果我理解没错的话 这个水从新西兰运过来 那新西兰运过来还是有点远 我想已经落了三分之一一个地球以上 那只要一块一毛钱 如果他没有做虚假宣传的话 我想他应该是亏损非常之惨烈的 就算是再便宜的成本 他也要去补贴销售 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这个虾 这个就不好评判了 这个18块8毛 这个会不会亏我就不知道 因为他说这锅巴里面有虾 我也没还没打开吃 当然我们重点说这个业态 就是说现在有这个消费降级的说法 也有消费升级的说法 比如我们说疫情期间 这个中国的这个奢侈品 还是变得更加好卖的 这个似乎是有钱人在进行消费升级 中产以及中产更好生活的人 正在大肆的对抗通胀进行疯狂的消费 这个升级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这最近这一两年 这个榨菜的销售啊包括说泡面的销售也在提升 还有就是这个业态现在在突然间爆发 那爆发的话 然后我听朋友说提起来是这样的 就刚开始他是卖这种劣质的这种 不是劣质 就是快过期了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东西 它的这个保质期是 假如说18个月 那么好了 过了一年之后 这玩意还没卖出去 那么只剩下6个月了 怎么办呢 6个月的话 还堆积了特别多 那么就转向他们这种渠道 为什么要转向他们渠道 因为原渠道的 它卖不出去 因为大家去买奶的时候 都知道怎么买的 就是你肯定是挑这个日期 离现在最近的 是吧 你放自家冰箱就可以多放两天 而且这个营养程度也更好 那么大家都这么挑的情况下 在传统的商超 它就根本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它打折的话 会影响它这个供应链的 这个品牌的价值 你这个沃尔玛 加勒服务 这个永辉 居然卖这种东西 于是他们就清销到这种 这种类型的店铺里面去 然后他们就可以公开的进行打折 因为你最后 也不能算过宝了 保字期还没过 但是它这个本身 这个品牌 连锁品牌 就是这种卖偏过期的产品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就从这里开始着手 后来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这里只是说保字期 它有一个这个商品打折的情况 但是发展发育到后期 变成一种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些品牌 它本身就是处在一种 保字期过保的阶段 也就是说这家品牌已经快破产 就跟这个商品快要破产 快要丢垃圾堆一样 这个企业它的商品 整个企业也要快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于是它就开始专门供货这些企业 于是这些供货商 他们又得到了这样的供货之后 他们就不再只是说卖过保的东西 然后它就开始往其他的方向上走 那现在到一种什么阶段呢 现在不单是说有一些品牌 即将被扫进垃圾堆了才会这样卖 就连一些优质的品牌 他们也在像这种 我这个这个商 连锁店叫什么 和其多 也在这种零售的这个业态底下去卖 这里就是说明着什么问题 我想应该说是 商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过剩 就是面对百姓面对我们一般消费 一二十块钱三五十块钱的这种东西 是还是不够的 就是需求似乎是不充分 特别是在大城市 需求是不足够的 当然小城市可能孩子特别喜欢这种东西 但是小城市的消费能力具有限 大城市消费能力可以 但是大家可能又在凑钱去往这个高的地方走 当然这里说了有点吵 我们说说回来 这个业态的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是有几步的变化 从商品的保质期开始到一些品牌 他也有一些比较低档次的牌子 他要整个牌子就已经快倒闭了 情况下 他就开始供货这种公开半折 一折像这种一瓶水值卖一块一毛钱的这种地方 那这里话我们说 这个现在发育到什么情况 我觉得的话 他们就我了解的情况是 现在是很艰难 因为刚开始的这个一两 比如说全上海或者说整个长江三小洲地区 有一两家供应链企业在做这个事情 应该是刚好 但是现在涌入了大量的这个资本卷入进来 然后大量的这个 以前在这里面开做供货商的 做管理层的人出来单独创业 现在像这种牌子可能有几十三百个 就是这种又太多了 就是竞争也非常强烈 所以现在正在面临一个剧烈洗牌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零售业 方方撞 我们看到了原来的沃尔玛 加勒胡这些倒闭了 这些开不下去了 有一些转给中国 有一些光电 然后有一些就慢慢转向线上 然后线下就有巨量的这种便利商店开始开始崛起 然后呢 这种大幅度打折一些偏过期的产品 偏品牌价值差的 或者是一些品牌在某一些季节 某一个时间点出现问题 比如说它的营销出现问题 或者是这个产品没有设计好 全部涌到这种这种店里面来 当这种店挣钱 我看一下这个它肯定是亏本 不管它怎么样 肯定是不挣钱的 你就让它原价 我想 就它进来不要钱 我相信它也挣不了钱 但这个的话就不好评价了 我们刚才说 它可能就是挣这种的钱 那这个问题很复杂 就听我那朋友说的 就是说 他们实际上这种店 一般来说都不挣钱 即使卖销量比较大一点的 它其实是靠其他的方式 这个边缘的东西挣钱 就是 比如说上压供应商 等到品牌价值起来 下压这个像这种商场的 这个跟商场的租金 只有这个样子 有一些品牌了之后 才能挣钱 前期 全部是烧钱 好的 那这是我刚出来逛的一个新广场 赶紧跟大家分享 我怕回去忘了 我们再总结延伸一下 我刚吃了两块 我的感觉是作为消费者来讲 买这个肯定是占便宜了 因为我们一般的像农夫商权 像这个医保 都是要两块钱 甚至有些地方三块四块钱 但是它只卖一块一毛钱 确实是占便宜了 然后这个是比较吃亏 因为这个一看就油炸食品 淀粉加油 这个是标志性的油炸盆化垃圾食品的标准 然后里面也没有什么所谓的海鲜什么的 海鲜是主打 但是我没看到有什么海鲜 当然它就是有的挣钱 有的亏 就跟以前沃尔玛 加勒福他们也是这么搞 有的买这你就赚钱了 还有一个刚刚出来的 他问我一包办会员卡 这里我们就说到了 作为消费者 这会员卡可担不得 我觉得是这样 除非你是专门以这种临时为生的人 因为里面 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问题 就从整个业态的商品来讲 我们说可以总结 就是它是实际上是 把垃圾时间的商品 把垃圾品牌的商品 把名品牌的垃圾时段的商品 没有做好营销的这种 这种垃圾周期的产品 打包放在一起 作为一个被打散掉零售行业的一个补充 说起来是很有价值 我们当然生态系统需要一个多元化的情况 但是有巨大的问题在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它还是处在一窝蜂 就像以前共享单车一样的 也许共享单车确实有一部分价值 但我们现在经过试试检验之后 它价值并没有那么大 对吧 作为小小地方补充是可以的 你全国养一两家企业是可以 但是如果现在来几十家 几十个牌子一起这么搞的话 那这个就是过度投资 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说 如果你办了牌子 那办了那个会员卡 那就傻了 对不对 你被它绑着 然后每天就买一些 这个我刚才说的各种垃圾的组合 然后你还被它给绑住了 你不吃好的东西 专门去去里面挑东西 那不是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什么问题 就你可能这个会员还没搞 还没用完 这个充值还没用完 它这个企业垮了 你要拿钱你现在过两当车 不是说拿不到 可能会麻烦一点 那就很好精力 所以说这个问题 就是从企业层面来讲 我们说有涉及过度投资的情况 从我们个人来说的话 挺有意思 看这个社会变化非常快 变化非常快 然后我们可能过一段时间 这种又有新的业态会出现 就听我这位朋友说起来的 就是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一个洗牌的阶段 大资本在不断的去并购这里 希望能够培育出头部的几家企业 但现在的话是大浪逃杀 其实这个全国可能是几百家这种 这种店 这个我们上一轮看已经有拼出来的 上一轮跟这个有点像的是什么 就是武汉有一家企业叫良品库子 然后还有一个叫什么 来一份这几家的 是算比较头部的 然后还有很多 也是零售业的一个角落 然后也是之前被打赏之后的一个角落 那一波上市了一波 他们有些资本退出了 但这一波 我估计这个狂潮 因为国家也似乎支持 因为我们说这个垃圾 有时候如果你换对了地方也是资源 换对了地方也是资源 所以说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这一切的这个情况 他没有过度的打压 至少没有打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看这个头部企业可能马上就会出现 好 那我们这个片段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